正好剛看到的是福士針對安倍的抗中保台的政策跟戰略的討論 特別是四方的安全的結盟 這裡頭直接影響低島鏈 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安倍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身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曾经两度担任日本首相 他的远见以及战略目光 这两个是安倍金山分别从2006跟2012年 第一次担任首相跟第二次担任首相 特别提出来的概念 第一次担任首相提出来的概念叫做 自由与繁荣之虎 你可以看到他当时画出自由与繁荣之虎的时候 就是从日本然后绕过整个低岛链 包含南海诸国到澳洲 然后从太平洋拉到印度洋到整个印度 那这个自由与繁荣之虎 其实就是现代的印太战略 这个自由与繁荣之虎牢牢的把中国锁在一个捆龍所之内 包含俄罗斯 另外一次是在2012年安倍金山第二次当首相的时候 提出亚洲与民主安全之转 这个转石其实就是现在的四方会谈 从那时候日本 那这个其实就是关岛 关岛者是美国到这边的澳洲到这边印度 把这个所谓的日本 日本美国美日英澳这四个国家 牢牢的在第一岛链变成一个繁荣的安全钻石 同时也变成一个在军事上区域联防的对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我们现在一直以为2017年川普去访越南的时候才提出印太战略 抱歉 安倍在2006年的时候就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虎这样的概念 然后我们也以为在2020年或2021年才有所谓的美日英澳的四方会谈 安倍在这个2012年担任这个第二次首相的时候也提出了亚洲民主安全之传的概念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我们正在推行的或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 其实早在2006或2012年安倍就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特别投书华尔街日报 他投书华尔街日报说什么东西 他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印太战略是2017年川普在越南演讲所提出的概念 其实不然印太是安倍所创造的 而川普是追随或是理解或是接受安倍的概念 另外一件事情是波顿美国国家前安全顾问 他则是投诉华尔街邮报 他的标题是安倍晋三之死是美国极其盟邦的损失 内容当然有提到非常多包含印太战略或自由繁荣之虎等等东西 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是在北韩问题上 安倍晋三也是领先者 那个时候安倍晋三长期的跟美国解释 北韩有一天会变成亚太的问题 而进而让美国开始正视北韩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理解安倍晋三在整个亚太 甚至是印太的重要性为何 其实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另外一件事情是你也可以看到 安倍晋三当画出这个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虎 以及民主安全之传的概念里面 他很清楚是以围堵中国为核心的大战略 既然讲安倍晋三在2006年 甚至2012年的时候 这是两个时间节点 中国真的在经济上大肆崛起 实在是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大肆崛起 可在北京奥运前两年 安倍就已经看到中国崛起后可能发生了问题 在2012年的中国已经正式崛起之后 安倍晋三更看到这个问题 加讲加紧提出亚洲民主安全之传 就是后来四方会谈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领先现在包含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的战略家 非常非常以十年为基础领先 也因此这样具有战略目光 跟战略众生的政治动物逝世之后 就像我们这两天一直谈的 日本修宪很有可能会通过 第二章第九条 日本放弃以战争解决国际纷争的权利 很有可能被修掉 日本会迈向正常国家化 换句话说对中国而言 这也是一个大麻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跟讨论到说 赖清德访日 赖清德访日的过程中 其实日本跟台湾 已经尽可能降低这个冲突 第一个是以家属至亲好友身份去 不是以元首身份去 第二件事赖清德去日本没有坐飞机 没有做所谓的总统专机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就算日本跟台湾降低这个冲突到这个程度 中国应该要骂人 国台办应该要骂人 中国外交部应该骂人 至今至少我们录影到现在为止 我们有看到小粉红爆炸 有看到网友出征 可是没有看到中国的国台办 还有中国的外交部 国台办应该是负责抗议我们的政府 外交部应该是 中国外交部应该会抗议日本政府 没有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个时候如果放任民主情绪的延伸 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多做抗议的战狼外交的话 真的有可能会让日本这同雄狮 崛起后把中国当成他的头号大敌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双方目前在整个美日台中 都在一个相对克制的状况之下 所以整件事情可以看 在这场安倍晋三不幸往生的事件状况下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事件 可是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亚洲未来 日本再崛起的关键转捩点 而这件事情确实会被记录在实测当中